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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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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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沒錯 現在很方便便善償人公正 我們這個同事阿Dee經驗不老 他應該幫客戶辦人有七、八個 差不多 這次幫客戶辦人收樓和開幕房證明 大家在香港還未開關的在海外 需要辦這些手續的 可以找我們中堅幫忙 因為我們中堅是免費服務 全程免費服務的 有請阿Dee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流程 好 這個公正在手機下一個Apps就可以了 叫做最方便的App 這個就是最方便的App 客戶自己登錄了上去之後 到時那個公正員他就會 我可以聚光 可能有點暗 大概是這個介面 登錄了上去之後 等公正處的公正員發起公正之後 大概就好像一個視頻通話 幾分鐘時間 公正員他會問你一些問題 你就按照答就可以了 全程是會錄音的 到時公正書一出來之後 就是這一份 他就會寄到公司 我們同時可以幫客戶去辦 那個無防證明 這些手續都可以 即是收樓 無防證明 收樓都可以 即公正這些東西 就是叫全力的 譬如我在香港 我買了樓 譬如我唐山 我在香港買了 事實天神 現在收樓 這樣我就回不了 怎麼辦呢 就是委託阿Dee 歐志祥阿Dee 在這個最方便的APP上 即是叫江門五一公正處是市場的 這個apps到時 我去年是教大家做的 就註冊了 是不是要內地電話 是要內地電話 要內地電話 接著就要嚴証碼 是吧 在做公正之前 要不要發什麼資料去預約呢 提前發身份證 回鄉證 和營購書給我們的同事 我們就會去對接公正處的公正員 因為江門五一公正處 有一個公正員 跟我們公司很熟 熟因為我們白很多 我們專門一公年六人 我們要做公正之前 發身份證 回鄉證 營購書 再發別公正員 例如我們禮拜五有時間 或者禮拜五的上午10時 公正員就是大家在這個apps 面對面 就會做這個叫公正 幫你做公正 公正有很多內容 是吧 之前也有跟人介紹過 第一個 收樓 煤氣水電 都有 代霸無防暗證明 甚至是幫人要賣的 就叫二手買賣 交契稅 有很多樣的 我們究竟要公正哪一樣 一定要去了解清楚 例如公正 這次我是收樓的 公正收樓 委託收樓就行了 順便公正開通貨物業 是吧 這個也很重要的 你這套樓不賣的 千萬不要公正 因為公正了 我們有權力賣這套樓 不用經過你同意的 所以買賣樓 這套樓一定要注意的 大家 這個是貼士來的 你說開無防證明沒問題的 我們會拿著公正書 拿著阿Dee的身份證 去叫我們說的 市民中心 房管局 當地的市民中心 開開無防證明 是 這套公正書一般是一式幾份 一般是一式四份的 有些樓盤 它可能需要多一份 我們一般開五份 安全片 因為涉及個人資料 我就不給大家看了 特別是陳先生 委託歐先生 然後公正代辦 辦理交溪稅 收樓 辦煤氣 研樓 這幾樣 大家要做公正前 我們都會發覆一個計劃給大家 去一二三四五 不管公正哪一樣 大家做一般要多久 一般的話 公正完寄到過來的話 就兩三日時間 兩三日 兩三日 公正書是有權力的 因為政府部門是不認 手寫的 不認個人之間的協議 認公正書 公正處出的公正書 它有降印的 因為第一個有印 第二個有這些證明 所以大家都要收樓的樓盤 要代辦手續 其實我中軒很多做 因為叫我日常的工作 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在視頻跟大家介紹 找中軒是很方便 和中軒買樓之後 去收樓 辦手續是非常方便的 我們都一條龍服務 極致服務 助大家融入灣區生活 非常仔細 和我們介紹得很清楚 趁著現在 就帶大家回顧一下 時代天神的一個最新情況 好 我們走到時代傾城第一期 現在 路過這邊 今天和發展商銷售美女榮儀 和我們介紹一下 聽說有些美貨 是的 現在還有一些單位 其實都價格比較低 不過樓層是2到4樓的 但是景觀都比較開闊 聽說有特價的 這幾套 是的 然後五旗那邊還有兩套特價 樓層都比較高 23樓和24樓 多少錢到呢 特價 天神的話 就15000多 大裝修 現樓 即買即飯即 現在來說 半年前我們很多客戶買了六期 其實第一期 我當時14年都開始賣了 7000多元 現在升到1萬多元翻倍了 很多人想了解我們業主買了 開不了關過不來 帶大家回顧一下現在的最新情況 順便有些漂亮的東西和大家推賣 就是那幾套 親朋友或者大家喜歡都可以考慮一下 這樣我身後有一個泳池開放了 多漂亮 這個是三階一泳池來的 多休閒 我們未來住在這裡去游泳 是啊 幾次一次 一般 在辦卡 如果是單次進去的話 好像是20-25元一次 如果辦卡的話就會便宜一點 挺舒服 有救生員 有小朋友在淺區 這裡是深的 很乾淨的 裡面還有室內泳池 是 河溫泳池來的 但是這些有時會有些培訓班 或者是冬天才開放的 是 那麼現在夏天呢 一定是外面舒服 嗯 是的 那麼我們邊走和大家看看 這是一期來的 一期雖然都有 14年15年 我流到 差不多 五六年了 是 是的 五六年 五六年給大家的感覺挺舒服 第一個乾淨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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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好吸力的 因為它時代都是 時代中國的物業都上市的 是啊 是啊 還有定期有做好維護 其實就不難的 挺休閒 人車分流的小區真的好 不用吸引氣 不是 小朋友玩得開心 安全一點 是 因為如果有車出出入入 你知道小朋友又到處走 沒有那麼安全的 所以大家 我們沒有介紹錯吧 當時有很多業主 看了視頻 就是他覺得買這裡好 還是買幾個樓盤好 我們都有去推介 就是這裡的性價比高 為止那方面 再過半年去看 越來越漂亮 還有這邊 我是覺得 住起來很有那種氛圍 是啊 可能入住的情況都比較高 所以就住起來很有人氣 很熱鬧的感覺 除了住得舒服之外 環境漂亮之外 它的配套慢慢都在完善 是啊 好像前面濕地公園 就已經建好了 是啊 我們公司總部搬到灣仔之前 這邊是一間店 當時我們買這裡的時候 有個公園做一塊爛地 是啊 幾個月回來 積水 全部做好 基本上做得差不多了 是啊 還有一些綠化未做完 基本上都搞定了 我自己住三期了 是的 雖然搬了 但是買了 15年買了 多時很便宜買回來 七千多元 現在就在這裏 三期 我留下是中小學 是啊 今年就開始招生了 待會去看房子 再帶大家繞一下環境 因為我們都是航拍的 給大家看一下 以前這裡最緊張的問題就是學區 是啊 內地這邊很多 你看看這樣的小朋友要讀書 所以它這邊的一個學區 建立後價值會高很多 是啊 那時候買這邊的 其實很多家長都是考慮到學區的問題 小朋友剛剛放學 整個感覺就是很方便得來又舒服 這裏也是一期來的 一期 也是一期 這裏是客服中心 即是秘業中心 一期的物業中心 哦 菜料液站 這是什麼 這是社區服務站 哦 養樓 我偶爾聽到有路人家會過來唱樂曲 哦 斗門區白昭紅橋 是 居家養樓服務站 我上次經過的時候就看到有人在唱樂曲 很多人 長者飯堂 因為這邊的社區 是 那些長者退休 他有 我朋友在這邊開一個早八點 喝早茶 哦 當時他時不時有些節日 他會搞那些活動 免費請老人家喝早茶 哦 每日每日會給補貼 哦 還有這些康體娛樂 唱粵劇 或者搞什麼運動會 是 因為這邊確實有很多是過來養老的 是 就是退休過來這邊居住的 比較舒服 錄旗的位置真的不錯 是啊 下樓便是公園 是啊 一出門口便是公園了 是啊 一出門口便是公園了 哦 這裡做一個社區 是 兩個 是啊 這個是風潮來的 是 拿塊帝便方便 就是用微信索索 平時家裡沒有人 嗯 就是第一個安全 是 第二個它是超過二十四個小時 就要收一蚊雞一天 嗯 正常情況下都拿得切的 六期就不同了 六期就漂亮很多 是舒服很多 原臨的話呢 其實是同一期的 你看大門多漂亮 就是給你感覺它的設計 升級了 是 這邊的物業得不錯 還做登記 是啊 一定登記才進來 那些人住在那裡了 剛剛住了新聞放學 我們看看小區現林 你看看 那些綠化多漂亮 你不夠用的話 去隔壁公園 哈哈 已經交付了 這個就 就是人車分流 到時我們在山下部 就是人車分流 小區一定是很重要的 是啊 安全 我們喜歡短環都沒有問題 安靜一點 安靜一點 那些綠化格都挺漂亮的 這樣我們可以回顧回 如果我們買了業主 都知道了 以前都是看片 都在種樹 但現在真的很茅盛 嗯 隔壁又不一樣 前面就有中小學的位置 今年年底會交了 今年九月份就開始招生了 就開始招生了 是的 這邊有一個生活氣息 維持各方面比較好 未來這邊的二手房 升級空間很大 是啊 因為周邊配套都齊全 你好像學校和商業 配套都比較齊全 這個是叫入室大堂 是的 都交了樓 跟我們當時賣的差不多 是 早一排宣傳的 基本上是一樣 沒有什麼變化 是的 那我們就上去看看 現在看幾樓 三樓 在九十九平坡 是不是每一棟都有管家的 目前的話 因為入住率不夠高 我們目前少許是一個管家 到時有什麼問題 換燈泡 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聯繫管家 是的 甚至你如果不知道 電錶 不是 那些燃氣 燃氣錶 去哪裡佈裝 都可以支援我們管家 這個是三明一 一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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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觀最漂亮的 即是燃斗 你基本上之前還未搞維生 現在搞好這個日文花園 就是放洗衣機 放下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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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是通風的 因為它沒有燈 即是它未交流 還未通電 正常的交替於盡 現在下午時間 我們看看 其實它幾光晚 你看一下 已經整齊了 這些都是交流必須 就是提裝的 掛衣服 這樣也可以 挺好的 這裡很貴 這個單位就是99平方 三房兩廳兩位 我看看廚房 夠闊落嗎 很乾淨 還可以放箱 換冰箱 真的可以做到一層不嚴 對 我們交付給業主 肯定不可以這麼隨便 大冰箱位 是 洗 切 炒 每起路要收樓才安裝 對 到時候安裝 然後安裝師傅 其實它會幫你搞定 這裡抽煙機 消毒碗櫃 三件套 都有很大的窗 上面是一個吸引燈 還有一個煙霧佈景器 這個也是做得比較好的 這個容易清潔 因為它是金屬邊 又好看 又開闊 對 以前那些可能開了過來 只可以在這麼多地方去走 沒錯 就比較迫結 這個整個打開了 感覺有面一點 沒錯 空間又開闊一點 這是南向來的 三樓來的 對 三樓拍反矮我們看看 現在很大風 是呀 而且它本身是南向的單位 所以其實都比較舒服 你看它的露台夠大 然後那邊就可以看到公園 就是這個 剛剛我們過來的時候 和大家介紹的公園 是 都建好了 很厲害 有些涼亭 有些可以讓人坐一下 休閒一下 這樣的一個濕地公園 就在屋苑樓下 它這塊地 當時規劃是否做商業的 是 這塊地規劃是做商業的 不過目前還沒有公司拍 即即將會拍賣 是 所以暫時空置住 樓下的商業 有公園的方便 是啊 三樓就 沒辦法 沒得選 但是三樓來說都算OK 因為採光 通風 即是它沒有想像中 三樓很矮 會不會很暗 採光通風會不會差一些 以前可能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以前一樓就是一樓 但是我們現在 一樓是直接架空了 差不多六米的一個高度 其實你相當於 我們現在在三樓 其實相當於有四樓的一個樓層高度 沒錯 因為現在很熱 我在涼海裡休息 很大風 這邊都是一個洗衣機 已經有水 基本上就做一下軟裝 買一下傢俬 買傢俬 買傢俬加起來 可以入伙 看房間的間價 這個是下廁來的 是 是我來的 乾濕分離 打掃衛生洗身都比較方便 這些後面都全部可以放東西 好嗎 非常貴 這一間我們看到的 全部都是加樓標準 這樣子就比較方便放東西 我們看房間 房間的採光也很好 這個小房間 這房間比較小 但是剛剛放我小床做書房 做書房 下廁是不是球場 是啊 藍球場 櫻木球場 宇慕球場喜歡打,但宇慕球的朋友下下就是了 宇慕球場也不會太吵,每次都會打 就算有籃球場也不怕,有時間短控 基本上9點就肯定會關燈 這個是第二間小房 彩光很美,現在不用開燈 現在已經5點多了 四十多燈,差不多6點 看出去的視野都可以 雖然它是商業化,但我相信這幾套現樓 已經是尾班車了 全部都是自己看到的 買樓是買得早好 現在都有一些剩餘單位供大家參考 這個就是主外邊的洗手間 套間 開完這個窗其實都很乾 樓下一個羽毛球場,大家看看 洗手間、洗手盆 全部都齊了 主套不會對著床之類 床不會對著廁所門 這套單位是多少? 單價15,000多 99平方 總價是150多萬 150多萬 那手續呢? 如果是做按揭的話 如果是做按揭的話 我們目前是有跟廣州的恆生銀行 和香港的工商銀行有做准入的 都可以做,做到按揭 如果一次性都可以 一次性? 是的 有沒有分歧? 有 半年 半年 基本上一次分歧一定要付錢才入住 是的 沒錯 看看如何付錢 150多萬 延樓裝修 到時你買就是這個實景 是的 現在都剩下2、3、4樓 對 2、3、4樓 4樓是比較大的單位 119平方和128平方 那間是否是學校? 那邊是學校 那邊是學校 又是院 那邊 旁邊有一個畫法封場 樓下有幼稚園 嗯 那邊也是學校 那邊紅色也是學校 那個是私立的 嗯 再下一點也有 是 再下一點還有一個東湖小學 這是99平方的 我們再看看大一點的單位 嗯 可以 這個就是幾大幾個 這些是128平方的 四房兩廳兩位 就是128 嗯 最大那個 是的 四間 現在下午6點 採光很漂亮 現在看鞋櫃位 這個都是交流標準 是的 全部齊齊 反而這個我們很多魚轉買了 買得最多是這個 真的 這個護形舒服 其實真的 現在這個價格是怎樣 這個 單價都是15000多 一萬五千多 然後總價下來的話 不到200萬 即190多 嗯 我們看看那間小房 這邊是一進來 第一間小房 雖然沒有燈 但是 幾乾晚 我們看看小房 這個是 完全放張床 做個書房 或者做書房 四個房 或者老人家都適合 因為 跟年輕人分開 這邊是飯吃飯 南白通透 這邊是南的 這邊是北的 那邊看圓林 小鞋圓林 好 看看這邊先 南向 這個景谷羊桌 剛剛好 看到那個 是否兒童樂園 是的 小一點 嗯 然後看看這個 到時一個需要廣場 是 都幾開陽 超級大的陽台 就是兩個陽台 通風 放下洗衣機 那邊就喝茶 是 那邊是一個 廚房 超級大的廚房 嗯 冰箱 然後 也是三面套 是 三面套也是砌的 還有 天神的話 它全屋的玻璃 其實全部都是用雙神隔音玻璃 第一個隔音 第二個就是比較隔熱 嗯 這邊 看 天神多寬 三… 三一… 三一… 這裡有三一半 哦 然後這裡有三一幾 四百三十二 基本上都超過三一半 嗯 是 又夠大了 正常方形 哇 現在我們在四樓 是 其實四樓都 四樓就是望公園的感覺 是 即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危 和沒有想像中 即是 漏層 都買得住高 住高的舒服 但你現在剩下這些 其實 各個景都幾舒服 就看那樹 看小區縣林就比較舒服 是嗎 是 其實三四樓看小區六化 就是很舒服的一個高度 是 幾開陽 是 這裏是小區門口 那裏是旁邊樓盤 就是我們天神 它全部都是一致排開樓 所以你前面 沒有甚麼建築物 說會擋到你 採光通風都比較 即是這個樓盤都夠闊 是啊 那邊就是一旗 超級大的景觀 有人坐去喝茶 是啊 享受多舒服 那些吊頂也做了 嗯 我們看看頂 那些吊頂也同樣做了 那些瓷磚呢 其實那些用料 踢腳線比較好 是不是 就是這些 插鬚電話線都幫你預留 安裝了 這些冷氣 冷氣位呢 冷氣口也預留了 是啊 這樣就通了 是不是 全部都做好了 自己到時買回吸頂燈 是啊 其實好像這些射燈 廚房啊 廁所啊 還有一些射燈 基本上就不用換了 那你要換的話 就換一下那些吸頂燈 房啊 廳啊 吸頂燈就可以了 那這裡是一間客廁來的 嗯 這個就比99元房 可以大很多 還有桌子都加闊了 就是可以放多很多東西 嗯 這裡是一間房 挺舒服的 看出去的景色 我們看一看 是啊 綠化比較高 因為這些南北通透湖 很多人喜歡 特別是一家人住 你過大灣區來說 200萬買個熱樓 嗯 又買個公園 又商業啊 是的 又是時代品質呢 南北通的房間 真的可以做到 你只要不是天氣太熱的話 沒錯 空調也不用開 沒錯 因為這個片區 之前買的樓盤都已經清潔了 嗯 即將會加推未來的盤 但價錢一定會很貴 這間房間都是放張床 衣櫃位 嗯 其實都夠大 夠了 主要看主人房 因為很多人 這個主人房一定是夠用 超級大的冰箱 帶上衣帽間 是 飄窗的 其實真的非常之中 睡兩個人 睡一個人 是啊 或者你放過什麼 那些沙發仔 放在這裡都很舒服 嗯 這裡就預留了一個衣櫃位 嗯 讓你安裝的了 是 衣櫃也不用放張兩米大床 兩個床頭櫃 梳妝桌這些都搞定 是的 再看這個 套間來的 嗯 而且這一間房間 它都可以做到南北通透 這邊是窗 打窗 然後那邊打窗 就會很通透 很乾爽 一百九十幾萬 嗯 好像這些單位還有多少套呢 如果是一百二十八平方 還有六套 六套 是 即是九十幾那些呢 呃 反正天神總共佳生 就是二十套 即是剩下二十套的美貨 是 都是二三四樓 嗯 喜歡的朋友 就看看你有沒有對 有對嗎 嗯 這些一定要快一點 是啊 還有就現樓 立即買就立即辦正 立即入住 立即入住 你想買哪一套 連是唐先生 或者你以下 我們中堅地產 和你陸事盤 到時你買這套是這樣的 嗯 基本上是實 即是你看到 看哪套就是 嗯 哪套就是 即是任何的裝修 質量情況 啊 景觀啊 視線啊 全部都可以看得到的 有些人是否入住 現在 是啊 準備 什麼的創 我覺得應該是那些櫃 應該網上去買 要裝的那些 為甚麼跟大家說 證明這個電梯夠大 是嗎 是 這個是貨梯來的 它就保護這些 就會弄得很適合 這些是廣告牌 是 這樣就不會影響到 OK 你到時買傢俬都方便 這裡就是公園很舒服 我一家大小在這裡玩 是 和玩樂的區域都比較多 是 總體來說 這個第四棟來的 是啊 我們去看那個118屏 剛才看99屏一棟 是 128就二棟 是 這是第四棟 是 是 三四不一樣 啊 第四棟是不同的 大一點 是 第四棟是118平方 來到四棟 我們現在在四樓 一會兒看的是118平方 大三房 嗯 所以這裡就是一個 私人空間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是鎖不住的 其實呢 你頂一頂它會開到的 是嗎 但基本上人家就不會 亂走進來 就是叫防火門 鎖不到的 是 消防 這個門 我們頂一頂它 其實都方便 或者 我們想要一個 很私人 是不是 掛牆 鎖不住 到時放一些東西 都很方便 放鞋 這是走火通道 是 是 一棟樓有兩條消防樓梯 對 消防樓梯 再跟大家說一說 內地這邊很多屋苑 現在是不可以放放垃圾桶 是 以前又可以 例如我們香港武門 有很多樓梯膠 樓梯膠 走廊放的垃圾桶 現在沒有 全部集中在地 地下 叫地下 或者在外面集中的一個垃圾站 這樣其實會衛生一點 嗯 就沒有異味 是的 我們現在進來了 都是一個電子槽 交流標準 118平方 大餐廳 就是 我們想住舒服一點 有南北通的這個 再大一點128 是 這裏是做一個 櫃 即是玄關那些 因為其實在家裡外 進來有很多東西要放 即是我們到時看多買這一套 因為這套目前還有 是 目前還在 目前呀 到時看誰 什麼 手快 這個呢 都是南北很通透的一個護形 兩個陽台 舒服 雙陽台 其實那裏128差不多 會稍微小一點 間界 差不多 相似 這邊都是望小區遠流 這個漂亮 為什麼呢 開陽 即是你固定就不要遮擋了 是 已經固定了 我們四樓 出去那邊就是商業街 買東西呀 吃飯呀 就很方便 即是現成的 公交站都有 擴大一下那裏 公交車站已經進來八朝新城 已經有線的了 有這些診所 門診 旁邊有個大三巴的茶餐廳 是呀 例如說你要裝修呀 到時候要整門窗 全部都是有的了 都要看來源 你看這個景觀 整個圓景很漂亮 整個小區 都是一個主陽台 都夠大的了 這個 平時我們坐在這裏 放一些吊吊椅在這裏 一環一下 挺舒服的 看看餐廳 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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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U型設計的 方便走動 方便你 放大冰箱 是的 大冰箱 真的夠大 現在其實真的很需要 一個大冰箱 其實和128的護形很相似 放大冰箱 廚房也基本上一樣 這個廚房已經夠用了 做了湯門 這個是香藍的 是藍的 陽台 這個景觀已經固定了 都幾開陽 是的 很通風 主要是這樣的護形 確實是 現在我們雖然是四樓 但你看看 都已經很涼爽了 我的頭髮 即是你可能 天熱 抹黑 都不用開冷氣 是的 基本上有兩個陽台 就比較通風 而且外面那條路 它不是屬於那些大的主管道 小區路 小區之間 所以都是比較安靜的 樓底這些全部都做好了 是的 就是天地板 換燈 買傢俬 採光都非常之好 很光滑 放張大廠開衣櫃 是嗎 再看看這個是一間小房 天神確實有一點 我非常欣賞 每個地方都有那個佈景器 而且這個門是比較特別的 可以防火的 它跟其他門是不一樣的 是的 你可以拍一下其他門 它特別厚 門板有特別厚 而且這個 它有 即是每間房都一樣 不同 門板不同 這個就是比較特別的 這個是加厚了 專門用來救生的時候 希望用不上了 對 即是只有一個房間 是這樣的 對 只有一個房間 門是比較特別的 加厚的 如果加熱不說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也是 自己去看的時候 我才會留意到 即是你煮完房間的門 到這個房間的門 是一樣的 這個叫加厚 防煙防火 對 而且它每間房間 都有這樣的一個門 對的 這個設計 萬一有什麼 即是覺得沒有聽 萬一有什麼的話 你關注我門 打開槍都是有一線生機 希望用不上 但是用得上的時候 真的很夠 這是一個防煙器 對 不錯 這個藍色的陽台 平台 二樓有沒有 沒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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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 都採光不錯 這邊是外面的雙桶 對 這個門特別厚 對 這些是普通門 對 差很遠 一個肥仔 一個瘦仔 這個主人房 也是可以做到 南北通透的一個 匯形 一百一十八 一百二十八 很多人喜歡 是否教個狗 就叫實用 這個房間 我們在那邊 開始看 整間房間很開陽 是的 這個都是 飄窗都很大 還有這裡 哇 這裡都很漂亮 女士最喜歡 啊 這裡做一個衣帽 這個房間 梳妝 很漂亮 甚至 女士做紙帽 防飾 哦 如果是的話 都夠地方做的 其實 你做到大衣櫃 最棒 然後 這裡不用說 肯定是梳妝 是嗎 是嗎 坐椅子在那裡 有幾塊鏡子 又採光又漂亮 是呀 發作也漂亮 十十間 那這一套 這套 戶型選擇性 還有幾套 最高 就是四樓 最低 還有二樓 二、三樓 還有幾套 就是幾種戶型 都有幾套 加藉身差不多二十套 是呀 數量不多 都是一萬五千多 嗯 就是時代天神 最後清盤 大家看有沒有正確 足夠機會 在珠海來說 這個環境 就是 我相信 再過幾個月 這個學校開賣 這邊的樓價 要飆升 是 因為學校 其實很多人買這個片區 其實都是看重那個學校 沒錯 沒錯 因為現在其實珠海來計 環境 空氣質量 哪裏都不錯 但是學區 真的不是一定 各個地方都不錯 這裏真的適合住 第一個我自己買了三旗 之前都住在那裏 那裏 住滿人的 是 住樓都比較高 真真正正在這裏 有需求的人住 那證明這裏的一個房 的一個價值會高 是 需求量大 如果大家了解 這裏的交易量 在整個片區來說 是比較 就是整個斗門區 在珠海來說 是比較熱的 就是二手房 是 所以我變成買這裏 五年我想買 是 容易出手 是呀 很好買 是呀 很正常 有些門店 它一個小區 有兩三間 沒錯 性價比高 這裏叫做 因為它總價 第一個在珠海來說 是低窄地方 是 有配套 交通方便了 又有大品牌 是呀 那些人看二手房 都對比的 對比戶型 對比裝修 圓林 位置 挺喜歡 所以它時代 在周邊來說 買得挺好的二手房 是呀 還有這邊整片 其實一眼看 這個顏色 那個顏色 都是時代 沒錯 就是它天神的顏色 都挺好看 嗯 吸體 其實 其實我們看看周邊的話 停車都是比較緊張的 那到時候車位怎麼辦呢 嗯 因為其實車位的話 小區車位配比大概是1比0.8 因為當時很多業主都買了車位 嗯 就像這些單位 到時候都要買車位 是是是 還有我們現在最好的就是 現在我們有一個 推出一個7年免息分歧的 一個付款方式 就是 7年 6年 6年 幾千了 天神的車位呢 13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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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產權的 7年產權 跟住宅是一樣的 都是有7年產權 有房證的 可以出租 可以自己用 可以購買 可以投資 買樓買賣車位不錯 對於大灣區自己開車 抄牌 200元 我平時 之前我都租的 是由Candy組車位 平時 那些同事停在路邊 經常都抄牌 是 這裡林婷如果剛好被抄到 就200元一次 是吧 剛才嘉儀跟我們 看了幾個戶型 待會再帶大家看環境 就知道 兩旁有很多車 很多車停在路邊 為什麼呢 是因為很多人 有些人沒有買到 是 還有這邊入住 確實是比較多 有些年輕人 即是年輕人 當地上班 是 首期剛剛夠 然後買一輛車 在市區 或者高環港 在科技園 其他地方上班 他就剛剛夠錢買一輛車 買個樓 供樓 有3元 所以很多人 沒有條件買車 是 我相信如果 那些人真的有自己住 一定要買車位 是 這邊其實開車會 珠海開車會方便 因為和深圳那些 因為沒有地鐵 這樣 你回去港北 回到哪裡 沒有車會搞不好 現在車便宜呢 是 維護成本又低呢 是啊 其實這邊養車都算低 買一輛電車便最方便 比亞迪 小鵬 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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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非常感謝佳儀 跟我們介紹一些美貨 都是叫特價 一次過是否做得便宜一點 有驚喜 有驚喜 好啊 到時喜歡的朋友 記得聯繫我們 多謝 拜拜 我們看完樓 帶大家看看環境 這邊相當有居住的氛圍 非常適合自住 甚至投資 這個騙區的價值都挺高 因為現在樓價都貴了 這個地段都是漂亮的 你看看這個萬科商業街 樓下有公交車站 這個公交車站 我去到吉大 胡心路 轉了一站 就去到這個 一匹雞的站 去到港北口岸 這陣子都有很多食肆 餐飲 306 520 520A 603 這配套都很齊全 前面還有麥當勞 整個珠海 它的綠化和城市很乾淨 治安都特別好 這個區域全部是新樓宇 所以我們住在這 都會舒適性 會比較舒服 你買到一個很完善的居住區 它這邊都是商業的 就剛才講的時代 這個天神 前面的商業 旁邊的招商的商業 還有一塊商業用地 遲些都會拍的 就在前面 前一點的臨時市場那一頭 這邊就是盲科 左手邊是海倫堡 全部都是大地產商 時代 華法 萬科 招商 金地 還有陸陸獨屬 都有其他地產商會進來 我們左前方的空地 就是建商業的 市場都拆造了 這塊地 建商業配套 建市民 即是叫倫理中心 內地這邊 建市場和商業 這塊地 是不是建住宅的 剛剛好 這邊居住人口比較多 就缺少一個大型的商業 這個商業進來之後 我相信這邊就是一個 有學校交通 商業有賣 這邊的價值一定是最高的 因為這個片區這幾年都是一個 價格來說都叫窩地 隨著這個商業趕著人拍賣 甚至臨時賣賣 隨著這個發展 未來這個片區就是一個 比較完善的區域 我們繞到這邊 我們之前有一間門店 接下來我們裝修造的服務點 因為我們畢竟也埋了很多這邊的 時代 招商樓盤 到時我們的客戶會收樓 裝修 甚至服務 代租代管 我們都會和大家去做 兩邊停滿了車 這邊入住了高 很多人不理解 為何那些人不停車庫 是因為 剛才說了 因為這邊很多都是剛需 剛剛上車的客戶裙 他們就要一個性價比 首期剛剛好供一套樓 買一輛車 可能沒有多餘的資金去 又要生活 又要各方面 所以很多人租車位 或者停在外面 如果這兩排 有些人就停在第三排 第二排 看到嗎 這些那麼突出 膠竟過來都要貼牛肉乾 兩百元一次 剛才這裏 時代天神 我們這次 繞了那間學校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在內地 投資大灣區樓盤 學區房很重要 因為買回來的 可能我們不需要 但是這邊本地黑戶一定需要 你有學校和沒有學校差很遠 現在沒有學校的價錢 可能一萬四五元 一萬六元 這片區 我相信有學校之後 去到一萬八兩萬 二萬多一定很正常 就是好像航行新城 今晚那個片區完善 那現在二萬多三萬了 那 湖心新城 A片區 什麼中鐵建 那邊都去到一萬八九二萬 那邊就會有配套 這邊是士特傾城的幼稚園 我們看回 這個是那個 叫 斗門第三中學 又叫博雅 中小學就在右手邊 現在正在建 現在招禁箱 今年九月份開學 未來我們買了天神的朋友 或者買了招箱附近 有需要入伏的朋友 到時候都會提前報名 這間學校都封頂的 工程進度很大 我自己都住在 時月經月三期 搬出來 平時就很早很吵 開始建築 開始在建這個學校 這間學校是中小學 它的中學就有兩千幾個學位 小學就有一千五百幾個 加上一整三四千個 這個是其中兩間新的中小學 它未來招箱都有一間中小學 因為這邊的片區會比較密集 所以這邊的幼稚園學校 會比較多 我們看到整個時代傾城 金地 紅色這個金地 剛才經過盲科 入住樓很高 我們看到路桌這邊的人 是很旺的 停一停去看看 這個是寵物醫院 有美容 洗湖 寄養 我們回香港 或者去旅行 怎麼辦 放寵物 寄養 剛剛開的 以前都沒有 吃去玩樂 甚至寵物都有 好賣 未來我們在大灣區生活 你想做生意 住在這裏 這邊也有些店要租 甚至有些美店 很多可以賣 我們都可以在這邊做生意 做一些特色的茶餐廳 做這些美容 美甲甚至寵物美容 這邊就是傾城第二第三期的一個路 其中一條路 我們看到兩排基本上都停滿了車 其實是不可以停車的 要抄牌的 時不時很多業主都去投訴 交警告來抄牌 人們會貪方便 其實就是沒有買到車位的原因 車位呢 這個片區買賣樓 搭車位 我會建議大家買回車位 這邊的車位是緊張的 所以我們作為投資 甚至你用來租買 是有價值在這裡的 有些地方就不是很多人氣的 那些問女盤 度假盤 可能人氣比較少的 反而不緊張 那這邊緊張呢 其實你的需求會比較大 是不是兩邊那些燒夜燒烤 全部都在這邊 我們便繞出來了 我們便繞出來了 我們再繞這條小路 他之前的臨時市場人拆了 現在準備建一個 叫市場 正式市場 和商業用地 這塊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即將要拍賣商業用地 聽說 之前聽說 有應該是寶龍城 還是哪個大的地產商 即是做商業的 在談這塊地 據看哪一個 他到時都會公佈 現在都路逐逐的 現在都推平了 所有東西 開始政府做前期的招標 拍賣 那些手續的 這邊是市場傾城的二期 市場傾城在這邊 是相當之有名的 我們再開前一點 就是這個招商依雲滑斧 這個滑斧到時都是商業的 那它的樓盤 就可能 叫剛剛好 中規中矩 不算太大 我們都很多業主買了 甚至收了樓 隔離出來收樓 那右手邊有一個行龍魚 叫行龍的樓盤 可能接下來七八月份都會推出來 這招商樓下都有幼稚園 招商的綠花就差了一點 但它的商業呢 它的品質和商業都不錯 這邊有一個公園 這個片區我們 時代天神有一個公園 這邊有一個公園 兩個 剛剛的商業場 旁邊還有一個廣場的公園很大的 所以這個片區 它還有河邊 有一個勝利河 這個片區是一個相當之宜居的 政府都可惜 有些人打籃球 都幾捨得去用地 花這些錢去做配套給市民享用的 所以珠海是一個非常容易居的城市 現在收工時間其實很多車 這邊的一個居住人口是比較密集的 作為出租投資 這邊是一個性價比 目前來講 我相信那幾年這邊都貴了 趁著現在低 都算是低價的情況下 大家都可以看看 有沒有適合自己的單位再入手 我們就看完天神 還有一個樓盤 叫熊基發展商的一個樓盤 本土的發展商 我們現在帶大家去看一看 看一看樓盤的最新情況 這邊是招商來的 那麽 這邊是招商的 這麥克風 我也是招商的 這邊是招商, 剛才是招商的 不可生的 min安 這邊都是招商的